10月17日 电影明日战绩 官方放出古天乐的最新采访视频 原来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 古天乐身患重病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只能靠吃止疼药缓解疼痛 今年51岁的古天乐已经人到中年 身体难免会有大大小小的病痛 年轻时的他为了生活 为了公益太过拼命 累坏了身子也是长久的事 到了晚年多多少少会留下病根 拍戏时他的颈椎会经常会有疼痛感 因为痛感不强也没有持续多久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当回事 直到一天他的颈椎痛 竟然直接导致右半身麻痹 古天乐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有一场戏拍完 他的颈椎突然开始剧痛 本以为过一会儿 就会像往常一样自动恢复 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右手出现麻痹感 紧接着右腿也和右手一样开始麻痹 最后蔓延到整个右半身 颈椎痛感也开始越来越强烈 他就这样忍住疼痛和麻痹继续拍戏 为了不耽误进度 也没有立刻停工去医院就诊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被折磨得彻夜难眠 实在痛得受不了了 才跑到医院 那只医生一检查 发现他的状况已经非常危急 严重到神经已经全部坏死 再继续耽误下去 可能要出人命 医生当即就建议他必须做手术开刀 手术之后还得花时间恢复 必然会耽误电影的拍摄进度 在很多武打戏 都可以动用替身帮他完成的情况下 敬业的古天乐 依旧选择亲自上阵 没有进行手术 他让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疼药 用来缓解颈椎疼痛和半身麻痹 然后就这样继续回到片场拍摄了 从官方发出的花絮可以看出 古天乐在片场拍摄的空余时间 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吃止痛药 工作人员担心他 他反过来安慰工作人员 表情轻松地挑挑眉 用眼神示意他并无大碍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电影拍摄结束 古天乐才去接受手术治疗 从业多年 古天乐一直是圈内敬业和劳魔的代表 拍摄电影《真三国无双十》 他也曾右眼受伤 在眼球缝了八针 后续拍摄时时间紧迫 他也是在没有完全痊愈的情况下 就前往纽细兰拍戏 粉丝得知此事后 纷纷劝他休息一下 不要太拼 少拍一部电影也没事 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希望他今后也能停下脚步 在照顾好身体的情况下 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